网络媒体上报 2023年12月1号刊载报导 花莲议长张俊 议员张美慧强行表决 欲两亿道路改善工程经费全被删 张美慧表示 标题和事实不符 上报没有进查证之义务 意图使人不当选 张美慧和他的竞选总部的干部 2号下午前往地检署案例控告 12月1号晚间 网络媒体上报刊载了一则新闻 花莲议长张俊 议员张美慧强行表决 欲两亿道路改善工程经费全被删 张美慧认为这是不实言论 完全是抹黑的假新闻 包含内文也都没有提到 议会当中任何情况是张美慧有关的 张美慧认为这是以标题杀人 那电子媒体上报 那他登载了一则新闻 就是这个新闻 花莲议长张俊 议员张美慧强行表决 欲两亿道路改善工程经费全被删 就是这个新闻的标题 是这样写 那这个新闻的标题 这个议员张美慧的这件事情 这是完全是不实 完全是抹黑的一个假新闻 那包含他的内文里面 其实也都没有提到 在昨天在议会的任何情况 跟张美慧有关的 那这个报导明显就是标题杀人 2号下午3点半 张美慧在竞选团队的干部陪同之下 前往地检署案灵控告 他也请相信不要误信不实的讯息报道 更不要任意转传 以免成了抹黑的工具 在这个假讯息 假新闻 冲刺的这个年代 请大家要认清楚 就是不要被骗 那同时也不要转传 因为这个讯息 假新闻 假讯息 他会牵涉到有关 包含有毁谤罪 有公然侮辱罪 那跟选罢法有关的是 意图使人不当选 这样子的一些刑责 跟一些责任 一些法律的责任 那美慧在这边也恳请乡亲 不要转传这些假新闻 假讯息 那同时也要跟大家讲 上报这个电子媒体 他的总编辑叫谢忠良 那他的哥哥 他的包兄叫谢公炳 谢公炳曾经是傅昆奇 担任花莲县长时候的 傅秘书长 那他也是当时宣腾一时 花莲县政府收买媒体案的 主要的执行者 这个谢公炳先生 所以这件事情 新闻背后的操纵者 我相信大家是一目了然 一听就清楚 张美惠表示 他也呼吁对手 选举就公平干净的选 不要恶意栽赃抹黑 让花莲有干净的选风 借许立琴华联士报道 请不吝点赞 祝脱 谢谢 感谢观看